东北大古书 地藏菩萨 书节上回 话说婆罗门女失去母亲 肝肠寸断 她倾尽了所有的家产 来为母亲做功德 兴大供养 在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前 久久地瞻仰礼拜 如来尊荣 她至诚恳切的心境 突然出现了感应道交的情形 她正在佛像前 哭着拜着 心里念叨之时 忽听空中有人跟她说话 悲弃的圣女啊 你不要过于悲哀了 我现在就只是 你母亲的去处 婆罗门女一惊 急忙向空中和掌发问 请问您是何方神德 来宽慰我的忧虑 我自从失去母亲以来 昼夜一恋 无处可问 不知我母亲的神魂 究竟去了哪里 生何境界 就听空中又说道 我就是你所粘理的 过去的绝华 定自在王如来 我见你 意念母亲的情态 加倍于常情众生的情分 孝心可嘉 故而特来告示于你 朋友们 当一个人拜佛求是 能听见佛跟他说话的时候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婆罗门女一听 激动不已 立即腾身而起 将自己的整个身体 朝空中猛力扑败过去 由于用力过猛 竟把四肢骨结都跌伤了 骨结伤损 疼痛钻心 疼得他大汗淋漓 昏倒在地 左右侍从急忙过来 把他扶起 千呼万唤多时 活罗门女才苏醒过来 此时身心俱伤的他 强忍伤痛忧苦 依旧望空祈祷 愿佛慈悲怜悯 快快说出 我母亲究竟生何境界 我今身心俱损 离将死 已经不久了 望佛垂恩啊 佛罗门女多笑心 自己都奄奄一息了 还在关心母亲的安危 她话音未落 又听绝华定自在王儒来说道 大笑的圣女啊 你供养完毕 要早些返回家中 端坐思维 我的名号 就能知道你母亲的去处了 佛罗门女一听佛的指点 供养完毕 立即返回家中 端正身心 盘膝而坐 聚精会神的 念起了绝华定自在王儒来的名号 念了一天一夜 忽觉自身来到一个海边 只见海水涌沸 恶浪翻滚 毫不惊煞 人也 不 whom 贝罗女一心念佛 入了丁 丁中出现 大神通 忽觉自身离开 家庭环境 来到一海边 驻足定睛 见此海茫茫无际 恶浪又红 海水浑浊滚烫 热气腾腾 海上有许多恶兽 身凶猛 巨头师 铁身铁头 牙似钢钉 海里面 无数男子女人 臣服不丁 被诸恶兽 这争相追赶 吞进府中 诸恶兽 抢吃活人 像拼命 大口大口吃得凶 海面上的还有叶叉 千百处逢 全都是这巨尺獠牙 别不争灵 种叶叉 捕捉男女活人 来玩弄 撕扯博绝不留情 河罗门女见此情景 争伤通 忽见有一鬼王无独 来相迎 这鬼王一见婆罗门女 恭恭敬敬 叩头礼拜 把菩萨称 尊菩萨为何来到这种环境 是游蓝 是熏星 还是度众生 这可是铁维山的大地狱 投到风景 往里边还有大小地狱 数不清 佛罗门女闻听此言 心一动 问鬼王 我怎么能来到地狱当中 鬼王说 到此之人 有两种风 一虚业力 二丈神通 世间人遭罪 就要背着业力来引领 都得要到这大小地狱 受苦行 修行人都有威德神通 大苗庸 能到这地狱 观光旅游来兜风 佛罗门女闻听此言 心如明经 就知道此籍不是叶利 是丈神通 她向鬼王询问大地狱各种情景 更担心母亲的苦乐与极兴 盲问道 我母亲去世 数日长 不知魂神落在何去当中 鬼王说 菩萨之母 高明尊心 请问她在世习何行业 何阳生 圣女说 我母她心血 无心争 毁邦三宝 不敬佛僧 我父我母都是婆罗门祝恒 月地里就是我母亲命 无独闻听 肃然起敬 尊菩萨不要忧虑 切莫担惊 月地里罪女已经升天 三日照恒 权杖她孝顺的子女 要其能 为救母亲 大赦斋功 布施祝佛如来几大功 大孝的精神 天地都感动 上天昭示 让你的母亲离开地狱到天宫 不光你母亲一人脱离苦境 就连跟你母亲一块 在无间地狱受苦的那帮罪犯 全都沾光德超生 这个个个都到天堂中 逍遥自在乐无穷 你说说 这样的孝心 多么可惊 我真想给她磕撒 想头举撒弓 这鬼王言必合杂 而退无踪亚航 婆罗女转身归来几得清 这婆罗门女念佛可得了大礼仪了 念得一心不乱入定了 定中自然出现了神通 不但一分钱旅游费没花 就免费到地狱的一个景点参观一圈 而且还得知她母亲升天的好消息 那么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为什么没直接告诉她母亲的去处 而是让她称念自己的名号呢 这是佛的慈悲呀 教她一种既能自立 又能立她两全其美的好方法 念佛法门 念佛的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至诚心念佛一生 就能增加无量无边的福 消除无量无边的罪 因为婆罗门女特别牵挂母亲的苦乐生辰 在孝心的驱动下 她是诚心诚意的念 念得一心不乱 使心地一片光明与佛心相契合 不但开启了她的心灵智慧 奠定了她的成佛基础 也让她的母亲沾了大光 由地狱直线上升到天堂 就连她母亲的御友 同在一个无间地狱里受苦的那帮罪犯 全都沾光得以超生天上 诸位 那无间地狱可是所有地狱里最苦的地方 进去容易出来难呢 那里边的刑具和各种刑法多得数不胜数啊 在里边受罪的人 日日夜夜要饱受着各种酷刑的折磨 我们在世间若是生活不如意 还有那么点权力能自杀 可是在这里受刑不过 您想自杀都没门 因为这里是人的灵魂 不是肉体 咋折磨都不死 不过在此 我得告诉大家 人呢千万不能自杀 自杀的罪过很大呀 别以为自杀以后 就能一了百了得到解脱 没那便宜事 如果你夜暴未尽 即使自杀了 也将再接受另一期的生死 就像一个欠了债的人 为了躲避债主的追讨 把户口从假地迁到椅地 那是没用的 早晚会被那帮债主追上门来 到那时候 你得连本带利一块奉还 所以自杀不但不能解除痛苦 还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痛苦 因此 自杀是一个人灾难的开始 聪明人绝不能自杀 如果您真要有过不去的 勾勾坎坎 您要求救于 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 这二位大菩萨 不但大慈大悲 神通广大 而且还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缘分特别的深 只要您诚心诚意地求他 他一定帮您渡过难关 我说的可是真话 信不信随您了 我当年初中毕业 为了考师范学校 为了能考上 我诚心诚意地念观世音菩萨 结果在考场上我超常发挥 把最后一个本来不会的题 都居然能叠出来 我的父亲老年痴呆 我念地藏经 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求地藏王菩萨保佑我的父亲 消除业障 头脑清醒 临终没有障碍走得好 结果我也实现了这个心愿 所以我今天把自己的经验之谈 告诉大家 信不信随您了 世上有两种杀人行为 虽然不犯法 但是他犯重罪 那就是自杀和堕胎 这两种罪过果报很大 希望大家千万莫犯 但是说无间地狱 这个鬼地方 虽然苦得无比 可是古往今来 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 抢着去 尤其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 最积极 因为不孝顺父母的人 死后都得下着无间地狱 这婆罗门女 以其大孝的行为 不但拔出他母亲 无间地狱之苦 而且还赋予他母亲 以及他母亲的地狱同仁 以升天之乐 由此可见 这孝的功德 是多么的宏大 单说婆罗门女 从定境中回归过来之后 便悟到了因果报应的 夜海地狱种种情形 真实不虚 顿时生发了道心 他感激绝华 定自在王如来的 佛力保护和加持 也怜悯那些 在地狱中受尽苦难的众生 所以他当即就在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 塔项之前 立下了红氏大院 说 愿我尽未来节 应有罪苦众生 广赦方便 使令解脱 他情愿 要在未来无穷无尽的时间里 为那些造罪 将受罪恶苦果的众生 广设千般妙法 让他们都能解脱 应受的罪苦 以此来报答佛恩和母恩 多么可亲可敬的婆罗门女 她的孝 是大孝 是智孝 是高层次的孝 要比我国古代儒家那些孝子们 高明多了 像古代二十四孝里 那些孝子明星们 虽然也能在父母的生前 尽心奉养 在父母死后 悲哀不止 守孝三年 时时意念 有的孝子 还因为母亲生前怕打雷 所以在母亲死后 每到雷雨天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她总是跑到坟上大哭 说母亲 您别怕 儿子在此陪您 这种孝心 的确很让人感动 可是她不管啥用 若是能像婆罗门女这样 一哭就哭出个高水平 把母亲哭到天堂上去 那才彻底解决问题 你想啊 那上了天 就不用怕雷了 那雷公都得敬她三分 哪敢在她面前 随便的舞动雷锤呀 所以 婆罗门女 才是真正 懂孝道的人 她是孝道的最好典范 首席专家 不过 我很想再次 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您不能像婆罗门女那样 会找地方哭 您也一定要会找时候哭 千万别在父母临终的时候 守在父母的身边 哇哇大哭 或者是忙着给父母穿衣服 那样 你会把父母给害了 因为 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他的临终意识里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 有对生的留恋 对死的恐惧 有对亲人的牵挂 有的甚至还会出现幻觉 什么 已故亲人引领啊 仇家索命等等情形 他的情绪 会出现极大的波动 导致他的精神和肉体 十分痛苦 这个时候 如果你忙着翻动 他的身体 给他穿衣服 他会痛苦至极 而起嗔恨心 堕入地狱 如果你在他面前大哭 他会神魂忙乱 落入恶道 如果你要是真关心父母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为他念佛 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或者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都可以 一句佛号或者菩萨名号 传入他的意识里 仗佛力加持 他的心就会随佛号而转 生起正念 他一起正念 就像烈日赵威霜一样 能令他消夜增福 做个善命人 不仅能投生善畜 也能为他种下将来成佛的音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孝顺 你才真正积了大功德 如果你想给父母穿衣服 或者心里悲痛想哭 你要等到十二个小时以后 再进行 到那时候 你哭出多高调门都行 因为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通常于十二个小时之内 他的灵魂 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神识 还没有离开 尚有部分知觉 从医学上判断死亡的人 从佛学观点看 未必就已真正死亡 大家也不要以为 说衣服早穿才能得 其实早穿晚穿都得不着 你想啊 他连身体都带不去 那衣服他能带走吗 对他临终之际的心境安慰 解决他灵魂的安乐 才是最关键的 还有 父母过世后的桑宴 千万要被素席 一定要杜绝肉泪上餐桌 因为吃肉是杀生啊 会连累你过世的父母 如果你的父母生前是善人 死后本该到天堂 或者人间去享福 会因为他桑宴的杀生之罪 而遭受连累 晚生善处 如果你的父母生前不是善人 他本该就到恶道里去受苦 你又为他增加这些杀生之罪 那是落井下石会把他害得更惨 地藏王菩萨在未成道之前 做婆罗门女的时候 就这样孝感天地 他做光木女时候的孝敬精神 更是千古长存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光木女的孝敬殿堂 去感受一下这种天地间 最伟大的精神 佛经中记载 光木女的母亲喜欢吃海鲜 尤其喜欢吃鱼鳖之子 买鱼虾归蟹 全挑母的买 有子的买 煎炒烹炸蒸竹扒 烹饪的水平还炼得很高呢 可谓用尽种种方法来大饱口福 一顿饭 他能吃掉千万条的性命 因为口不留情 杀业很重 所以死后就落入大地狱去受苦了 尽管她的女儿光木 为她出资修复旧拔 但因她杀业太重 始终没有脱离苦境 光木女非常关心母亲的苦乐生辰 就用最精美的食物 去供养当时一位很有名的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修行正果的圣僧 就像祭公和尚似的 因为阿罗汉都有定功有神通 他能进入时光隧道 能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一些事情 所以光木女就请求阿罗汉 看看她母亲的神魂落在哪里 阿罗汉一听 这位请客送礼的目的还不错 感情孝心可嘉呀 帮帮她 于是阿罗汉就入定观察 她一观察 发现光木女的母亲 在大地狱里受极大的罪苦 她就把实情告诉了光木 光木女痛哭流涕 跪求阿罗汉 恳请尊者慈敏 快快救救我的母亲 阿罗汉摇了摇头 哎 她沙业太重 不好救吧 只有你自己念佛菩萨的名号 兼塑化佛像 这样你和你的母亲 就都能获得大力 光木女一听 立即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心爱之物和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 用这笔钱请人雕塑绘画佛像 并以最真诚的心来念佛拜佛 人有孝心 佛有感应 当天夜里 她就梦见佛身大放光明 告诉她 光木 你的母亲不久就会生到你的家里来 才觉得饥寒就会说话 后来啊 她家的奴婢 果然生了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出生未满三日就会说话 刚出生的孩子会说话 这真是佛力的加持啊 这个小男孩一见着光木 就连哭待喊说道 光木 我是你的母亲 你快快 救我 这小孩 这小孩一见了光木 痛哭流泣 七少口 生生汗多鸡 连两儿交召光顾我的女儿 我是你母,你要听仔细 自从我离开你,累多大的雨 所受的醉为苦,我都不忍听 都怪无法不信眼光不明是你 都怪无法不信眼光不明是你 真是不信眼光不明是你 只要生且满足,一世口语 死后万劫沉沦,追悔墨迹 我今正找你修复之礼 才投胎做人还是个下贱地 只能活到十三九的四去 死后还要躲进地狱里 女儿你快快想想还有何忌 赶快就把饿到脱里 这老人家当初吃鱼鳖之子的时候 顿顿没够 人家劝他少吃点,免得以后下地狱 他不但不信还咒骂毁谤 说那因果抱养都是扯淡 那些动物就是给人吃的 当初造孽的时候胆多大 现在遭受恶报了 才知道害怕 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通病啊 这杀生不一定是讲活的动物 新手杀死 买死的吃也是杀生 那是间接杀生,是驻杀 驻杀与亲杀同罪 棱且精云,食肉与杀同罪 因为大家都不吃肉 就没有那杀生卖肉的了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呢 我看见那些老人们 到过年杀小鸡的时候 都好叨过这么一套磕 说小鸡小鸡你莫怪 你是阳间一道菜 他们不吃我不宰 您要有怨气 您去找的吃的去讨债 这句话可是含义深刻 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古人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 世人之大恶曰杀生 这杀生是大恶 因为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杀生是世间最悲惨的事情 任何生命都是贪生怕死的 都希望拥有生之快乐 人与物类虽然在形体上 智慧上有所不同 但是在求生存的愿望上 在佛性上却是平等的 物虽不具人之行 却有人之情 他们都攀生怕死 都各爱生命 都和人一样有着强大的生命之爱 您看那怀卵的扇鱼和螃蟹 在被下锅煮的时候 都极力攻起中间的身子 来保护他们腹内的孩子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人在装修房间的时候 竟意外地发现被钉子钉在墙上的壁虎了 更为惊奇的是 这只脚被钉住的壁虎居然还是活的 他仔细一想 这只钉子是十年前装修房间的时候 钉上去的 也就是说 这只壁虎就这样生活了十年 它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停下活来 仔细地观察 他看了一会儿 发现另一只壁虎爬了过来 嘴里叼着蚊子 嘴对嘴地把这蚊子 就喂到了那只壁虎的嘴里 这个人看后很感动 这整整十年的喂养 就是我们人 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可他们却真实地发生在日本 一对忠贞不渝的小动物身上 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哈佛嘉训 那上面记载的都是 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学子们 优秀的品质和成功的经历 那上面的故事都很感人 其中有一篇关于动物的故事 曾让无数人的眼睛湿润了 说的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位优秀的动物标本制作专家 经常到深山里去打动物 制好标本后就送到博物馆或者大学的研究室 有一次他在非洲的森林里正举着望远镜 在寻找猎物的时候 突然被身后穿过来的一只豹子掐住了左手腕 把他扑倒在地 就在那豹子张嘴要咬到喉咙的危急时刻 他右手掏出枪来啪的一声 就打在豹子的肚子上 这豹子一声尖叫倒在血泊之中 这位动物标本专家见了条命 惊恐不安的爬起来走向森林里边 包扎好伤口之后回来再一看 豹子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滩血迹和一条通向森林的血印 这专家很纳闷 他怎么没死呢 于是他沿着血迹就往前寻找 走了一千多米之后 血迹突然停止 他也停下了脚步 注目一看 面前有一棵大树 树干上有个大洞 这只豹子两条前腿扑到了树洞的里边 两条后腿挂到树洞的外边 就在那搭了着呢 专家想看个究竟 他急忙爬到树上往里一看 顿时惊呆了 他见三只小豹子 正喝着妈妈的奶 母豹子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他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一片空白 顿时感悟到生命的可爱和神圣 敬畏生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默然产生 他把这四只豹子都带回来 把三只小豹子送进了动物园 把这只母豹子制成标本后放到展览室去展览 还在前面的大牌子上写上这么一段话 就是这只母豹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拖着受伤的身体走了千余米爬到树上 把最后一点乳汁喂给了他三个孩子 从此以后 这位动物标本制作专家再也不杀生了 古人说 莫道群生性命危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死在朝中 挖母归 好生之德 好生之德 本自上苍旺 太坏头鸟 拖着痛 太嗆地 也不得 Vanguard 人都盼亲人平安 天落相 屋也怕眷属分离 遭活阳 你看那屋走不住 竟非还走的阳 正如人造贼帮 心空荒 人遇险忽天寒地 连声让 无被杀也恨天无体 恨地无风藏 此心推及无泪 想一想 杀他吃他 应不应当 为什么人风喜事 举杯欢唱 却非要动端头把命伤 举举尸体摆桌上 大口吞噬还说想 死这样 胜利死别 悲惨状 怎能算喜情 怎会吉祥 人民这 必能有 爱无信量 残悟这 劫难有 人民心肠 贪世人一贯将就 有母有养 却原来五脏六腑 失身装 只因为贪图口欲 早也掌 结下了众多仇怨 埋众多仇 埋众多仇 岂不知英国报应 丝毫不爽 血债早晚必要 血来尝 不管你有没有 宗教信仰 食肉杀生 斗得糟活阳 光母女母怎么样 终难免自食恶果 泪千行 欲知孝女旧母 有何其思何妙想 下回书中 说其想